二零二四大選倒數八天 藍綠廣告戰是越打越激烈 民進黨昨天公布最新的電視廣告 主打國民黨架空臺灣 但是開場的四秒畫面 是侯康陣營的競選影片 藍營質疑內容是剽竊 下午是到地檢署暗鈴 控告民進黨意圖使人不當選 以及違反著作權法 雙方隔空交火 就通通回來了 民進黨最新競選廣告 強打就是利富弊 前總統馬英九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都出現在畫面裡 選擇錯誤 國民黨的牛鬼蛇神 黑金貪腐 全都要回來了 影片裡面有一隻最大隻的 就是馬英九 馬英九的服貌也回來了 仔細看看這廣告開頭前四秒 出現國民黨總統候選人 侯友宜和副手趙少康的畫面 這讓侯正營氣炸了 質疑這明明是他們拍攝的形象廣告 卻被拿來移植使用 指控對方根本侵權 昨天金補充有打電話給我 他說我傳一個影片給你看 就是民進黨做的廣告 今天大概今天要上 你是違反著作權 你怎麼可以用我們的廣告呢 而且下面還寫著民主金補党 他們說民主就是制衡 侵權爭議風波鬧大 民進黨記者會上釋出新版本廣告 畫面多加了電視框 主張影片經過轉化符合著作權法65條 在合理使用範圍 只不過來一怒火 依舊尾銷 國民黨發言人和委任律師 一同赴北檢按鈴提告 採取實際法律行動 決議槓到底 民進黨應該要適可而止 不論是你原先製作的影片 或者是你今天 轉了一個小彎 公佈的影片 依然是違法 依然是抹黑 我希望侯友宜要對外說明 為什麼我們還沒有公開的廣告 他有辦法取得 他為什麼又可以 明目張膽的施壓電視台 不可以脫播我們的廣告影片 我們希望侯友市長要改變 過去戒嚴時期那種心態 雙方陣營隔空叫罵 選前最後倒數 享用廣告傳達選戰主軸 每個畫面都成為攻防焦點 也讓藍綠廣告大戰越演越烈 記者綜合報導